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叠中叠 我到底是用这个句子来做 说过去时来做 还是I have watched the movie 和I have watched the movie 还是I have watched the movie 到底选择哪个时代来完成说 我已经看过这个电影了啊 我就想澄清一点 造成这个误解是因为对现在完成时的不理解 而不是因为对过去时的不理解 对过去时大家非常清楚 一个动作在过去发生并结束 好 我再说一遍啊 过去时大家非常理解 一个动作在过去发生并且结束 而且发生和结束的时间点是非常清晰的 过去的一个动作 发生并且结束的时间点呢 是我们一些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我写几个字啊 叫yesterday 这个字 见到了他 在这个时间向下发生并结束的时间 我们用一般过去时 还有呢 包括last 比如说last year last week last month 只要有last过去啊 发生并结束了 还有呢 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 叫in 或者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 叫on 和at 表示的时间点下 比如说in呢 我加的是年或season on呢 我加的是date 比如说gely 4th at呢 我加的是时间点 比如说twelve in o'clock 在这些时间点向下发生并结束了的动作 我都要选择过去时 但是现在完成时 其实它有三个用法 有一个用法特别容易跟过去时混淆 我说说大家看看是哪个用法 第一个用法 过去的时间发生了动作 持续到现在 可能将来要持续到将来的这么一个动作 过去一点发生 这个动作持续到现在 并且持续到将来 会不会跟一般过去时混淆呢 一般过去时表示动作是 过去发生并结束 现在完成时的动作是 过去发生未结束 比如说我们做个句子 我说我在加拿大生活了 已经生活了 比如说六年了 或者七年了 或者八年了 那我选择哪个时态呢 肯定是现在完成时 因为leave这个动作是发生在七八年前 比如说八年前 然后到现在我仍然在这生活 所以我要用这个句型 让我们现在完成时 叫I have lived in Vancouver for eight years 这是现在完成时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时态 过去发生未结束 过去时是过去发生并结束 它有一个结束点在里面 还有呢第二个时态咱们来看啊 第二个时态 现在完成时会表示什么呢 在过去一点发生并结束 但时间未明 我没有给出时间 我只是做过这个动作 而且这个动作结束了 发生并结束了 在过去某一点下 但时间没有明确 没有yesterday 没有last year 没有in 1999 没有on July the fall 甚至没有at 12 o'clock 但是我仍然把这个动作做完了 所以我要选择的时态是什么呢 是现在完成时 那比如说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 但是我没有告诉你时间 看过了发生并结束 我要选择的时态应该是这个 而不是过去时 如果大家选择过去时的话 应该是I watched the movie 你要把时间告诉我 比如说yesterday yesterday yesterday 我要明确的时间 所以这个区分点上 一般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 最容易混淆的一个区分点 就是一个动作在过去发生并结束了 时间明确 有这些明确的时间 我选择过去完成时 过去时 没有明确的时间 只表明我做这个动作 要选择现在完成时 这是我们容易混淆的一个时态 那第三点 我顺便补充一下 刚才我们说到了 现在完成时 还有一个第三个用法 这个用法是什么呢 说某一个动作 我从过去发生 但是我反复重复 反复重复 反复重复 一个动作发生结束 发生结束 发生结束 反复重复 一直到现在 可能还要坚持到未来 比如说我们在温哥华 有没有常去的餐厅啊 或者说比如说去麦当劳吧 说我到了温哥华以后才去的麦当劳 但是我每次反复去 我去了很多次 很多次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叫现代完成时 说 I have visited McDonnell for several times 有没有考过很多的考试啊 比如说我们考那个叫 road test 那个路考 好多次但都没有过 那我可以说 I have taken the road test for so many times 那我就可以用选择的事态 是现在完成时 好多次 我们下期再见 好多次 感谢观看